这个在临床上面 咳嗽有很多种 比如说像有肺热的咳嗽 有肺寒的咳嗽 还有些痰疵的咳嗽 这个罗汉果 因为它是干和凉的 所以它对那个肺热的咳嗽 比较适合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得的咳嗽是肺热咳嗽呢 肺热的咳嗽才适合吃罗汉果 对 那我们这个大屏幕来看一下 肺热咳嗽 它的临床表现 主要有三个方面 我们抓住这三点 第一个 口干咽嗽嗽 嗓之痛 第二个是咳那个黄痰 第三个话呢 伸那个舌头出来 可以看到那个舌红 开是黄的 抓住这三点 就是肺热咳嗽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肺热以后 就会出现这个口干咽嗽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喉 是我们的肺的门户 肺的门户 肺热以后 从中一讲热 它可以什么 耗液伤筋 筋伤以后 就觉得水分不够了 就出现一种口渴的表现 另外它这个热 它可以导致一个局部的一些 我们讲的一个叫 一个气质血鱼 它就出现一个痛的表现 所以就出现口干 咽痛 就跟这个肺的有关系 就是红肿热痛 对 那么这个壳黄痰 这个中医讲痰有分白色的 有黄色的 还有西痰 还有抽 抽痰 西痰 还有那种泡沫痰 对吧 这个黄痰的话呢 一般来讲 中医认为是由热引起的 热引起的 那我们讲肺热 它也是由于这个水分 我们的体内的那些精液 被消耗以后 它所炼出来的一种 很浓稠的一种黄颜色的痰 就是我们肺的黄痰 跟那些白色的痰是不一样 白色一般是这样 我们说是寒痰 那种痰很清晰 喉咙不痛 但是喉咙不痛 它是一种寒痰 那是肺寒咳嗽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和黄痰 就是肺热引起的 一般是黄痰 它这个 另外这个蛇 蛇红胎黄 我们生这个蛇头出来 正常的人 它的蛇胎 蛇字是淡红色的 很润 比较正常一种 融合的一种颜色 但是肺热以后 由于这个血型化加快 我们现代学讲的 血型化加快了 它局部有炎症充血 再引起这个蛇的 血管扩张 它都出现一种红色的表现 那个胎黄的话 也是热的表现 要是胎是白的 就是凉的 寒的 胎黄跟那个黄痰 是同一个道理 同一个道理 所以肺热咳嗽 它都以三个症状 为主要的一个体征 代表 我们可以判断 自己得的是肺热咳嗽 还是肺寒的咳嗽 只有这样类型的咳嗽 吃罗汉果才能见效 那其他类型的呢 就不适合了 对 所以喝完之后 感觉怎么样 夏琳 特别舒服 我就所以说 不停地就想端这个杯子 还想喝 那白主任有一个问题 那我喝完这个 罗汉果水 是不是就 真的能把这个咳嗽 就给止住了呢 就可以的 好 这么厉害 你喝的这个水 就是我们就是用单独 把罗汉果 就是一味 就是一个罗汉果 给你泡了这个茶水 这个药水 没有加上其他的药 因为它本身啊 它都有 润肺止咳的功效的 所以的话 都不用加 其他的一些药物进去 小玲 你在家 会就是 比如 欢豆咳嗽的时候 你会给它 煮罗汉果水吗 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用罗汉果 是因为我自己咳嗽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 怎么用 我公公婆婆 经常看咱们节目 就经常节目里面讲 我公公就买了一些 罗汉果到我们家 让我去泡水喝 我觉得喝完还真有效 那是我第一次喝罗汉果 那你们在家煮的时候 是怎么个煮法呢 这个罗汉果特别轻啊 然后当时一拿就碎了 我就觉得 肯定碎了以后 就效果比较好 我一般就捏碎了 洗一下捏碎了 就直接泡水就行了 不是那瓶不去吗 就要是泡瓶吧 应该是 今天我们重新看一看 你觉得要是 煮罗汉果的时候 是带着外面那层皮呢 还是不带外面这层皮呢 当然要带 带 我是在家每次就捏碎了 就直接这样泡 我可能想着 连皮带然后就整个就泡了 它肯定要效 风效就会更好 你这好 你这好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你觉得那层皮 这皮这么风筛 这皮这么风吹日晒的 然后泡制 你洗一下不就行了吗 不是光洗 我觉得就应该给它捏开了 皮不要 这皮就不要了 我说这皮看着也 没什么功效 就直接 就直接漆这个瓶 然后把那个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里边的 瓶 像海绵一样的瓶 对 那皮呢 皮给大家拿起来看看 皮就是这样的了 对 皮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单泡这个瓶就行 精华都在里面 是吧 对 这皮我总觉得是吧 不干净 吃西瓜你也不吃皮 西瓜皮也有药用吗 对呀 所以大家觉得 煮炉焊果的时候 到底是带皮好 还是不带皮好呢 你瞧 阿姨们都是会过日过日吧 都舍不得是不是 对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问题 那我们此前也做了一个 网络的调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您看用罗汉果泡水的时候 该不该去掉外壳呢 就是那一层薄薄的皮 该还是不该 来看网络上朋友们的选择 到底哪一种方式是最好的呢 大主任 这个罗汉果泡水 最好的壳不要去掉 要带着壳 对 带壳的 对 带这个皮 对 那平时我用的话呢 我是怎么把这个壳啊 你看有稍微 你觉得这个外壳 也就是说有点 脏 不是很干净 脏的时候 用一点点温水 洗一下 把它洗一下 洗一下以后 我们再根据我们用的量 把那个壳掰开 掰开以后 连壳 带那个里面的壳 在一起泡水 一起泡水 这样得到这个水 这是比较 功效是比较好的 而且口感 这个壳和这个壳的口感 都是很好的 那皮儿有特殊的功效吗 对 就为什么一定要带着它呢 它那个润肺脂壳的功效 甚至比里面的内壳 那个功效还要好 所以我们在泡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这个壳 把它去掉 这个是要注意的问题 您刚才提到了 只要是用罗汉果这一味药材 用来泡水 就可以治疗咳嗽了 那咱们看看具体的做法 你仔细跟大家说一说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罗汉果 我们在品质怎么泡 对吧 一般来讲 根据我们的一个 看你是一个人喝 还是怎么样 两个人 一般来讲 我们是用一般 一个人喝的时候 一般来泡水 大概一般泡的 用80度到90度吧 这个水最好了 大概泡的15分钟左右 就可以用那个水来 代茶来饮 这个是它的一个 泡制的方法 这个闻起来都是 你闻一闻 这个特别像巧克力的味道 是吗 特别的甜 你闻闻 我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给我们后面的观众 闻一下 是 是吧 香浓的味道 很幸福 很甜美 你有什么感觉 我现在的感觉 就是这太甜了 这个血糖高的人 能不能喝 真实在 它的确挺甜的 这个刚才问的好 那么这个罗汉果 这么甜 那很多人都疑问了 这个糖到病的病人 说血糖高的人 能喝吗 是可以喝的 这么甜 因为它这个甜味 它是一个特殊的成分 发出来的 就是叫甜味素 它这个甜味素的甜味 比这糖的味道 那个甜味还高300多倍 高300多倍 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甜味高 但是它不产生热量 它不像我们的葡萄糖 在喝了以后 在饮下去以后 它会发生出热量 这是我们糖到病的病人 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糖到病的病人 血糖高 就是指葡萄糖的含量 这个浓度升高了 这个罗汉果的浓度 这个甜的味道的来源 它是甜味素 而不是葡萄糖 所以它对这个血糖的影响 不大 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它很适合 这个糖尿病的病人 还有一些肥胖的人 它又对那个 对那个糖的一个摄入 有进力的 要求的人 有要求的 它的一种很好的一个大饮品 我觉得那这个方法好啊 因为就是 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患者 血糖高 它特别的产糖 但是又不敢吃糖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罗汉果 作为一种代糖剂来使用 你比如说 做这个红烧菜的时候 以前不是放白糖或冰糖吗 下回你就可以试试 用罗汉果的这个水 熬完了之后来代替它 或者是做点心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那个就是 带着这个罗汉果的水的 甜味的这个东西和面 那个面肯定也是甜的 所以大家可以发挥奇思妙想 用它来代替糖 哦